下面我们要来看到的这个题目 虽然只有短短的几行文字叙述 但却是一个值得仔细研究的题目 它说有一台等加速度沿直线行驶的火车 当它的前端通过某一个定点的时候 火车的速率是U 接着火车继续加速往前开 当火车的后端通过同样这个定点的时候 速率变成是V 那么想要请问你火车终点通过该点的时候 速率又是多少 还记得我们说过 在物理的题目里面 我们尽可能的可以把图画出来看看 好所以我们现在先试着 把这个题目的图画出来看看 如果今天这里有一台长长的火车 它说当火车的车头通过这个定点的时候 火车这时候的速度呢是U 接着当我们的这台火车继续的一边往前前进 一边加速 当火车的后端通过同样这个定点的时候呢 这一台车的速度 已经加速到了V 好那题目想要问的是说 如果今天火车只有在刚好一半的地方的时候 通过这个定点 那这个时候火车的速度既不是U也不是V 它的速度我们就叫它叫做W好了 那我们来看看这时候火车的速度W会是多少 好这是题目里面要问我们的问题 当我们在看这个问题的时候 第一个我们注意到的其实是一个头昏眼花的问题 我们虽然看的是同一个定点当做标准 那个红线所标示的位置没有错 可是一下子看火车头一下子看火车尾 一下子又看火车的中间 这其实是一个蛮令人晕头转向的一件事情 当我们一开始在学运动学这一件事情的时候 我们都会提到这么一件事情说 让我们先假装这个东西 它的大小体积是可以忽略的 我们只把它当做一个点来看待 因为一个点 我们才比较容易清楚的描述它的位置 然后呢 它在从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 它经过了多少的位移 它的平均速度 顺时速度 平均加速度 顺时加速度 才有办法这样子一路的往下看下去 所以如果一开始的这个前提条件 我们看的其实是一个点 这件事情不见的时候 就会变成我们很难以去描述后面的东西 那这里面我们能不能把我们的火车 当做是一个指点来看待呢 当然是不行啊 你想想看 如果你今天把火车当做一个指点来看待 火车通过这个点的时候速度是U 等一下火车通过这个点的时候 它的速度变成了V 那么我想要请问你 火车通过这个点的时候速度W是多少 你看如果我们的火车完全没有它的体积大小的时候 不管是火车头火车尾还是火车中间 你通通用火车一个点来取代的时候 这整个题目就会变得非常非常的吊诡 好了那可是这两件事情确实都是我们想要做的 我们没有办法把火车当做一个点来看待 但偏偏我们比较熟悉比较适合比较擅长会做的都是一个指点的问题 那该怎么办才好呢 还记得我们讲过吗 这个题目之所以让我们觉得运头转向的原因是因为 你有时候看的是火车头 有时候看的是火车尾 有时候看的又变成是火车中间 那这才是造成我们今天困扰的一个原因 如果我今天从头到尾都盯着同一个点在看的时候 那么这个困难应该就会不见了 好所以怎么办呢 我们说我现在专心的只看火车头 火车头 于是这个题目就变成了 今天当有一个火车头这个点 通过我们的标示位置的时候 它的速度是U 当火车头的这个点再继续的往前前进 刚刚好前进一个列车的长度 我们假设列车的长度是L好了 当火车的这个点继续的往前前进了一个L的距离的时候 它的速度变成了V 那我想要请问你火车头的这个点 如果只有前进二分之L 一半火车的长度的时候 那么它的速度是多少 这是不是就变成一个相较起来比较简单的一个问题了 好有一个点有一个火车头的这个值点 它刚开始的时候速度是U 往前前进了一段距离速度变成是L 那想要请问你说如果它只有前进一半距离的时候 那么它的速度W会是多少 好那不知道这个问题这样子 有没有让你觉得稍微变得简单单纯一点点 可是这个题目还有另外一个点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它说火车头通过那个定点的时候 它的速度是U 接着当它前进了一段距离L的时候 它的速度变成是V 你仔细想想看 当我们叙述到这里的时候 它提到了火车头一开始的时候的出速度U 末速度V 以及它前进的距离L 但这整个叙述里面其实并没有提到时间这件事情 还记得吗 如果我们今天在一个等加速度运动的状况里面 没有提到时间这个变因 或者也没有想要问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们最适合用的并不是V等于V0加AT 或者S等于V0T加上2分1AT平方的这个公式 而是末速度V平方等于出速度V0平方 加上2ADeltaX 我们可以用这样子的式子来做这个东西 好 那我们就试着来把这件事情写下来看看 我们说当火车从一开始的时候 出速度U前进的一段距离L 变成末速度V 我们来把它的等加速度运动的方程式写写看 末速度V的平方 会等于出速度U的平方 加上2倍的加速度呈向我们前进的距离 好 那这时候我们通常第一次看到这种式子的时候 多多少少都会觉得有一点点的困惑 好 为什么会觉得困惑呢 到底我今天要解的问题是什么东西 好 小时候我们第一次在学到未知数的时候 我们会用某数或者用XY这种符号来代表它 可是慢慢慢慢的我们会理解到并不是所有的符号都代表未知数 有一些符号其实是已知的 例如说这个题目里面 它就已经清清楚楚的告诉我们火车的粗速度是U 末速度是V 所以这里面真正的未知数其实是 我们刚才假设的那一个火车的长度L 还有呢 加速度就不知道 题目其实并没有告诉我们加速度是多少 所以这个题目里面有两个未知数 一个是我们的加速度A 一个是我们的火车移动的距离L 那我们试着用不一样的颜色来标示这件事情 让你可以很清楚的看到这两个未知数 可是这并不是我们的问题哦 我们的问题真正想要问的其实是 那么火车只有通过一半距离L的时候 那它的速度W是多少 想不到啊我们真正想要找的这个未知数W 竟然并没有出现在我们的方程式里面 那该怎么办才好呢 幸好我们知道那是我们的火车头这个指点 前进了二分之L的距离的时候的末速度 所以如果我们今天讨论的是在前半段的这个过程中 我们看看能不能把它的运动方程式 等加速度运动的这个方程式呢 把它写下来 好那我们就再写一次哦 一样这一次我们就预先的把我们的未知数 我就用不一样的颜色来写下来 好后来的速度W平方会等于原本的初速度U的平方 加上两倍的加速度我不知道 还有我们的前进的距离二分之L 我一样不知道是多少 好所以这里面呢我们又写了一个方程式 但也多了一个未知数W 好那显然还是解不出来嘛 我们现在总共有三个未知数W A跟L 好那我们要怎么样来解出这三个未知数呢 还有没有其他的方程式可以看 既然我们可以看前半段的路程 当然也可以看后半段的路程 好那这一次我们试试看后半段的路程 从他的初速度W变成末速度是V 我们来试着把这一次的方程式写下来看看 末速度V的平方等于这段期间的初速度W的平方 加上两倍的加速度A乘以 我们前进的距离L 好啦好不容易 我们终于凑齐了三个方程式 应该是有机会可以解出我们三个未知数分别是多少 确实没有错 不过这里面如果你仔细观察的时候 你会发现对我们来讲真正重要的反而是我们的后面这两个方程式 我们来试试看怎么样利用后面这两个方程式 来把我们的问题解出来 好我们直接把后面的这两个方程式呢拿来 相减 当我们把这两个方程式拿来一相减的时候呢 刚好他们后面都有一项2A乘以二分之L的这一项就被消掉了 好那剩下来的呢当然就是我们的W平方 好那我们只要稍微整理一下把所有W移到同一边去 进一步的再把他们拿来相除 开根号就可以算出我们的答案了 我们的这个未知的这个速度W会等于 我们这边的U平方加上V平方除以2 最后再开根号 好这个就是我们这一题的答案了 不过当我们看完答案的时候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回过头来想想 我们曾经学过的一些东西 为什么 为什么只要用到后面的两个方程式其实就可以解出来的呢 事实上前面的那三个方程式并不是独立的三个方程式 他们其实是相一的 如果我们把第一个方程式跟第二个方程式拿来相减 自然就可以得到第三个方程式 而对我们来讲解这个方程式比较有用的呢 其实会用到后面的两个方程式 那为什么会用到后面的这两个方程式呢 你仔细想想看我们前面曾经说过一个这么样子的题目 当一个物体啊 从一开始有一个初速度 经过了一段位移之后呢 沿路等加速运动变成了末速度 那想要请问你说在中间这一个位置 不是中间时刻哦 是中间这一个位置的时候 它的速度会是多少 那还记得我们当时的结论吗 我们当时的结论是这样子讲 我们试着把我们的图画出来 你可能会看得更加清楚看看 如果今天这是一个物体等加速运动的VT图 好那从一开始它有一个初速度V0 一直到后来某一个时刻T的时候 好它的速度呢 末速度变成了V 那我们想要请问你说在中间这一个时刻的速度会是多少 其实这很容易可以看得出来 因为斜直线的中间刚刚好 就是我们直接把这个头尾拿来相加除以2就可以了 因此呢 在这个2分之T的这一个时刻 好 2分之T这一个时刻呢 所对照过来的这个速度恰恰好 就是我们的中间时刻的平均速度 也就是我们的算数平均数 好我们的算数平均数 好 但如果问的不是中间的这一个时刻的话呢 不是中间的这一个时刻 我们上次也有特别来证明过这一件事情哦 好 我们先把前面的答案先把它写完来 好 如果不是中间的这一个时刻 而是中间位置的时候 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得出来 中间这一个时刻在前半段我们所包围的面积 跟后半段我们所包围的面积 其实并不一样大 好 所以这显然中间时刻 它并没有刚刚好走到一半的地方 好 那还记得我们上次啊 也是利用这一个 U平方 加上V平 初速度平 末速度平方 V平方 等于初速度平方 V0平方 加上2AdeltaX 这样子的一个关系是 找到中间时刻的 中间位置 中间位置的这个速度呢 我们叫它叫做所谓的方均根值 平均平方 拿来开根号 好 平均平方 拿来开根号 这不正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这个题目吗 有一个点 它往前 出发的时候呢 它的初速度是U 走了一半距离的时候 它的速度是W 那当它走到最后面终点的时候 它的速度变成V 想要请问你在中间这一个位置 中间这个位置 它的速度是多少 如果你还记得前面的结果的话 我们其实啊 直接就可以用方均根值 到初速度平方 末速度平方 U平方 加上V平方 除以2 开根号 其实就是我们的答案了 好 所以我们回过头来看一下这个题目 这个题目啊 其实至少有两件事情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 第一个呢 就是我们怎么样 把一个有体积 有大小的问题 化解来处理它 有时候我们当然可以把它当作是一个值点 或者有时候 我们其实没有办法把它当作一个值点 也没关系 我们只要专心的看某一个地方 就可以了 好 那第二件事情 当然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 除了我们会算中间时刻的 顺时速度 恰恰好是所谓的算数平均数 相加除以2之外 我们也可以算出中间位置的顺时速度 是所谓的方均根值 到U平方 加上V平方 除以2 开根号 好 那以上是我们这个题目的说明 在19 sociales